各位請坐 有些人就說,因為昨天早上是張臨期,今天聖誕節兩天經文不同,不應該一天就當兩天這樣。如果昨天晚上參加離職,可不可以當主日呢?那些人在討論,跟跟計較。昨天晚上離職之前很多人不辦告解,有些人來自內地,特地來,不單止參加, 特地來辦告解,有些人會很認真珍惜。很多時候我們對天主,給點時間天主,都會跟跟計較。但是聖誕節告訴我們,天主不會跟我們跟跟計較。無論我們怎樣,祂都會繼續愛我們,對我們每一個人是不離不棄。 剛才第一篇讀經伊撒爾先知,他蒙天主派遣,去那些在巴比倫流亡的以色列子民宣告安慰的信息。 先知對上主的忠信呢?是深信不疑的。對先知來說,未來呢,是可以實現的。 他已經好像看到,整群結隊的流亡者,現在是回到耶路撒冷。 甚至有些人呢,跑得很遲,有些報信者,告訴別人,我們回來了,我們回來了。 於是我們剛才聽到先知的描述,他們說這個全部喜順,宣揚和平,他們的腳步呢,是多麼美麗。 他遇見整個城市很歡樂,不過當他們回來了的時間,他們家鄉的人呢,對他們很冷淡。 亦都沒有一些歡迎他們的一些樂隊,甚至他們彼此間相處的時間,都有矛盾和爭論。 慢慢他們明白到,他們由巴比倫回鄉下,其實有天主有另一個意義的。 可以說,藉著天主的能力,是可以改變。 因為當時他們意識到,以為天主回來,恢復回以前,達未聖王的輝煌時代。 不過他們誤會了,天主的旨意,可以說,是走向另一個方圍, 就說他的救恩,不單止是為猶太人,而是為整個世界救恩的普世性。 我們今天中國人很有恨,能夠用中文來去接觸聖言。 我們無論是看、聽、講,甚至我們昨天開始說,抄寫聖經。 這個是我們的福氣。 這裡我們要多謝一個人物,一個神父,就叫做雷永明神父。 在後面那裏有個畫像,他的聖讀都在。 他這個人本身是意大利人。 聽到有些留學生說,中國人沒有自己的中文聖經, 他覺得不行,聖經這麼重要。 於是他自己,學聖經的原文。 披白萊文。 這個… 披列文。 阿拉美文。 自己去學。 學完之後,來到中國的話, 跟中國人說,學四書五經。 所以學了很多東西,之後就翻譯一本一卷來翻譯。 在第二次的大戰的時候,他要逃難。 在湖南走過之後,不見了幾雙書。 又再重頭,又再翻譯過。 所以我們今天能夠享受,用中文來去接觸聖言呢, 這個是非常之大的恩賜。 我可以說,藉著聖經能夠給我們安慰, 給我們希望,給我們生命的力量。 在第二篇讀經,這個希伯來書昔日,天主的話語已經進入這個世界。 而今天的讀經,他再去告訴我們, 天主是通過不同的方式,跟我們人溝通。 真正愚蠢的人,就好像我們見到一些工程, 但是不知道工程師。 但是,我們只是通過受造物, 來傳達天主智慧的方式,是不完美的。 我們跟外邦人比較, 以色列人說,以色列子民,他們蒙受天主特別的關愛, 他們能夠更加清晰地聆聽到天主的聲音。 是基督來臨之前幾個世紀, 因為以色列子民對天主的不忠, 結果天主沒有再派先知幾百年。 而他們也都經歷過這些天主的沉默。 不過時期一滿,天主就派向自己的兒子, 他是天父最完美的肖像,是他的聖言。 耶穌基督是天父最清晰、最完美和最完美的啟示。 誰認識耶穌,看到耶穌,就是看到天父。 在前天,我聽到有個家長,有個媽媽,她很擔心。 擔心因為她兒子做交流生,去了歐洲。 這樣也挺好的。 但是最後那個月的時候,她兒子就希望能夠逗留多一個月。 但是在安排上,就不是那麼理想。 她去租一些地方,她交了租,簽了紙。 但是對方說我收不到錢,要逼她又要再交錢。 我沒有那麼多錢,趕她走。 她有時候,她在法國南部搜尋裡去巴黎。 她省錢就不想坐飛機。 坐火車都貴,於是要坐巴士。 坐了十幾個小時的車。 但是突然間錯誤了。 就是乘不到一班車。 但是很冷的。 幾箱行李,在街上。 她給媽媽,其實她天天都跟媽媽通過電話。 有時候四個小時。 就是說她自己的困難。 但是她媽媽接電話的時候已經是兩點多。 但是她沒有罵她兒子。 反而事實發生了, 你快點找個地方安全的。 譬如說去酒店等等各方面。 那麼,在一個交談裡面來講, 她媽媽,幸好昨天也回到香港。 因為,這幾天都可能很累些方面。 媽媽陪同她, 用一種愛心去幫助她,能夠跨越。 她認為這些不好的經驗, 為她兒子的成長都是好的。 在《陽夢福音》裡面來講, 我們看到《陽夢福音》, 它要隆重和令人讚嘆的讚美詩來開始。 這個罪呢,可以說好像一個交響曲的前奏。 使得我們讀者明白, 耶穌是天父所派遣的。 祂是生命之源。 祂是世界的光。 祂充滿著恩寵和真理。 是啟示天父光明的唯一聖旨。 若望這個作者更加華。 天主的智慧在耶穌身上, 完美地顯示出來。 祂就是生命的傳源。 祂不是靠梅塞的法律。 我們會看到, 天主聖言來到這個世界, 將世界歷史分成兩部分。 就是基督降生之前和基督降生之後。 降生聖人的聖言, 祂不是在黑暗, 祂是在光明。 哪裏有聖言, 哪裏就有光明。 天主的話就好像一把劍一樣, 能夠穿越我們人的內心深處。 能夠啟示, 能夠揭示我們內心的黑暗。 很多時候內心的黑暗試圖去戰勝光明, 不過他們不能夠戰勝。 甚至我們人類拒絕天主的行為, 亦都不能夠將光明、 基督熄滅。 而最後光明能夠照亮我們每一個人的心靈。 當若望說聖言成了血肉的時候, 並不是只說聖言拿了我們人有血有肉。 而是更加重要, 講到這個降生聖言, 已經成為我們人類的一份子, 是世界的公民。 而各方面跟我們人相似, 這位降生聖人的聖言, 他有感情的, 有感受的, 他都會累的, 他有時都有無知, 都會受到誘惑, 都有內心的矛盾。 可以說各方面跟我們人相似, 只是他沒有罪過。 他時都跟父一起, 為什麼? 因為他本身就是天主。 在準備聖誕節的時間, 我們很多方面準備, 內地上個星期一的時間, 在河北省, 保留定教區一位馬, 清遠一位神父。 由於聖誕節有很多人參加, 所以他準備一些面餅, 多一些人, 令聖體。 但是他可以說, 為了要準備, 他用一些的炭爐, 做一個整, 但由於通風系統不是那麼好, 結果導致了這些煤炭, 令到他中毒, 心臟病發, 他死了。 在上個星期, 是53歲。 這位可以說年輕的神父, 他出生是一個公教家庭, 他一生很貧窮, 他什麼都是坐單車, 送聖禮比較有的時間, 都是駕單車, 他開來殺的時間, 都是單車, 就算他有些錢, 都給了窮人, 他沒有手機, 他可以說, 很多時候去安努院, 幫老人家洗頭, 幫老人家洗腳, 他一生地實踐聖言, 活出聖言。 在剛才這三筆聖經, 亦都給我們三點的反省。 第一,聖誕節, 是一個互相祝賀, 彼此互相問候, 祝平安的時刻。 不過很多時候, 我們心中沒有平安, 我們給了很多事件, 很多事件, 纏繞著我們。 但是這時日, 才再次提醒我們, 我們的天主, 是一個忠信的天主, 祂不會不理我們。 問題是, 我們對上主的忠信, 是不是真的相信? 我們自己對天主, 是不是堅信祂的話, 是言出必行的上主呢? 我們有沒有投靠回天主呢? 第二, 就是聖言降身成人, 居住在我們中間。 我們可以用眼, 用耳,用口, 甚至用手, 來去接觸聖言。 我們也可以同樣用眼, 耳,口鼻, 手, 和其他人分享聖言, 使得其他人, 都能夠去領受天主給我們, 內心的平安。 第三, 哪裏有聖言, 哪裏就有光明。 天主的話, 是燭光地照亮我們的前路。 聖誕節, 也是一個家庭的日子, 是一個感恩的時候, 也要用我們珍惜, 和家人的相聚, 能夠彼此感謝, 互相肯定天主的恩寵, 使得我們的生命, 使得生命的聖言, 能夠降臨在我們每一個人的心中。 天主的聖言, 生命的聖言, 能夠降臨在每一個家庭當中, 降臨在我們香港社會當中。 也要成功, 不要降臨在我們香港社會為我們去祖父堂, 他想用來去祖父堂ュ、 那些互相聖言, 感谢观看